東方航空逝世現場 周日下午鳴笛默哀三分鐘 由中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率領救難人員 在航班逝世的第七天 舉行悼念儀式 因為機上132人已確定全數罹難 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 在這裡宣布 321東航MU5735航班 機上123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 已全部遇難 這架波音737-800機型的航班 吉林不滿7年 21日由雲南昆明飛往廣東廣州途中 不幸在廣西藤縣山區墜毀 大陸當局已動員1萬多名人力搜救 共巡獲24000多片殘骸 周日上午更挖出第二個黑盒子 送往北京進行分析 希望能盡速釐清失事原因 大陸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樹根下面 圓圓的外面很多泥巴 再繼續往下跑 也要講今天再跑到1.5米的時候 就發現了它 黑盒子被拋飛到機身撞擊處的40公尺外 最毀式的力道可見一斑 此外根據初步鑑定 關鍵的殘骸樣本中 並未發現炸藥成分 希望有助於調查實事真相 並對悲痛的罹難者家屬有個交代 均沒有檢出常見無機炸藥的主要離子成分 也沒有檢出常見有機炸藥成分 由於實事現場仍禁止家屬與媒體進入 等不到親人遺鼓的民眾在頭七日 有人以淘灌填裝當地的泥土 希望帶回家祭拜 飛機上共有兩部記錄器 一部為駕駛艙語音記錄器 另一部為飛行數據記錄器 前者記錄的是駕駛艙的各種聲音 後者記錄的則是飛機在飛行中 記錄下來的高度速度撫养腳 這起不幸空難是中國大陸境內近30年來 損傷最慘重的實事事件 東方航空已將官網調為黑白色調 哀悼罹難者 並禁飛旗下223架 同為波音737-800機型的航班 直到失事原因水落石出 帶來新聞觀眾編譯